我们介绍完小分子的运输之后 接下来我们介绍大分子通过细胞膜的运输 所谓大分子是它的大小超过了运输蛋白的孔径 所以需要透过别种方式运输 我们看下面这个表格 大分子有分成进入细胞 叫包吞作用 跑到细胞外 我们叫包吐作用 包吞作用又分成三种 第一种叫吞噬作用 还有包吞作用 还有受体媒介的包吞作用 我们先介绍吞噬作用 有些分子很大 它是属于固体或者颗粒的有机物 这有机物一般是蛋白质 我们来看图示 这颗粒很大 所以细胞质流动生出形成了胃阻 胃阻就是细胞膜向外涂出 然后把外来物吞进去形成石泡 然后石泡再跟细胞质粘有龙体融合 龙体里面有水解酵素 把它分解掉 例子像变形种吞噬草吕虑虫 白雪球吞噬细菌 第三个 这是根毛吞入根硫菌 食物的根部可以跟根硫菌共生 那一开始如果得到这个细菌 根硫菌 是根毛吞进来的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包吞作用 饮这个字就像合饮料一样 是吞进液态的大分子物质 细胞膜向内凹陷 然后在细胞质一样形成石泡 再跟龙体结合分解 所以包饮作用跟包氏作用的区别是 包氏作用是吞固体的物质 颗粒更大的 然后细胞质会形成胃足 所以它这个射死的动作比较大 然后包饮这个饮就吞入液态的物质 细胞膜的动作比较小 一小口一小口慢慢吃进去 好例子 被小糖里面的龙毛围血管的内皮细胞 射入物质 像葡萄糖 再来 哺乳类动物的软细胞或者残壁细胞 吸收养分 都是利用包饮作用 好接下来我们介绍 需要受体当媒介的 刚介绍的吞噬作用跟包饮作用 都是没有选择性的 就细胞乱吃 外面有什么东西就把它吃进来 如果要吃入特定的物质 我们就要利用细胞膜上面的受体 所以要介绍受体媒介的包吞作用 它是发生在具有专一性的受体细胞 细胞膜表面有受体 就这个红色的Y 受体会跟特定要进入细胞的分子结合 才会引发细胞膜内凹 形成蓝泡 进入细胞质 然后再被容体作用 所以这里再画一下 受体媒介包吞作用 它是具有专一性的 我们看例子 第一个例子 我们协议中会有蛋白质抓住胆固醇 而形成脂蛋白 如果特定的细胞需要这些脂蛋白的时候 就会利用受体媒介的包吞作用 再来免疫的细胞吃掉特定的病毒也是 还有激素进入细胞 也需要受体当媒介 再来第四点 植物是没有受体媒介包吞作用 那为什么植物细胞没有 是因为植物它有细胞壁 细胞壁很坚固 所以大分子进不来 可是我们刚刚有介绍到 植物的根毛可以吞噬根瘤菌 这个叫吞噬作用 这个例外 是因为根毛它有特殊的方式 它是利用把细胞壁给融掉 吞进去之后 再产生新的细胞壁 接着包吐作用 跟包吞刚好相反